主料,猪肉杏100克,干面条200克,西红柿50克,黄瓜50克,榨菜条20克,辅量,油,盐,干红辣椒,葱,蒜,姜,面酱两勺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算把些小丁用凉开水或纯净水泡起来,水可以稍微多点,也会用来拌面,西红柿, 黄瓜,榨菜条选鞋成小丁,炒肉酱锅内油热后放入葱,姜,干红辣椒炖边炒出香,为了提味我放了八角和桂皮,放入猪肉馅边炒出油,直至变色成颗粒状,加水和今年大火煮开开小火,10分钟就可以出锅入盘,蒸面,煮面锅内做水,把干面条放入容器蒸至稍微变软, 把蒸好的面条倒入开水中煮熟,捞出装盘,另几锅倒入少许食用油销至商贸轻盐,蒸热倒入盘中移煮好的面条上,把切好的西红柿,黄瓜,榨菜丁玛的面条上,浇入泡好的蒜水和少许肉酱,搅拌均匀即可,烹饪技巧。 小提示,一,煮肉酱时,根据个人喜好放干红辣椒,二蒸过并用热油泼过的面条口感进的舒适酸,蒜水,肉酱根据个人喜好酌情添加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